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小程序 知道小程序有微信小程序和支付宝小程序 其实它们两个非常的相似 里面的语法什么的基本都是非常相似的 现在我做的这个是支付宝小程序 其实微信小程序跟它非常相似 这是一个就是 纯粹是展示性功能 上面是图片轮波图 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上面是轮波图 这是公司介绍 下面是不同的车型 点进这个车型来 下面有这几种小的车型 对吧 之后再进到这里 一个具体的车型里面 是这样子的 之后呢在这车型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样子的 比如本田CRV下面分成这三个 本田URV下面有这个等等 这样子的 下面有个店铺 店铺里面是联系信息 这样子 就是基本上这样子的功能 你要说开发出来这样一个功能呢 用小程序来说做呢 并不复杂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你看我这就只有这么点功能 应该不需要多少钱 如果是单纯只是做小程序呢 它是 费不了太多的功夫 应该说 因为你说 但是呢 你只有一个小程序的话 它就是说 它是没有办法独立运行的 大家都会忽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有的人想做手机的APP 我的手机APP就是这些功能 但是手机APP 它跟浏览器是一个功能 它只是一个客户端 你单纯只弄一个手机APP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独立运行的 所以一般都是要配一个服器端 那服器端 它所花费的功夫 要远远要比这客户端要大 就是说 你这个小程序费的功夫 假如说是1的话呢 那服器端可能费的功夫就是2 或者是3 3倍那样子的 但是有个别的一些应用 它是不需要服器的 就是比如那些 嗯 比如连连看呀 什么之类的 这种就单级运行的 它就不需要 那大部分的 你要是有什么实现 什么功能啊 交互的 基本都是需要服器的 这就是人们的一种误区 它是认为 它认为那东西是运营在手机上 就只需要开发个手机端就行了 它其实只是个客户端而已 不管你的小程序 还是你的手机APP 其实都只是个客户端而已 当然有些东西 它就只需要一个客户端运行就行了 那不需要有服器端的 那倒是 但是大部分的 你要实现的功能 都是需要有服器端的 因为你的数据什么都要存在服器上 这边是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 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它这个 其实所有小程序它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你比如它就有这种 APP.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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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的 这个GS 其实就是类似于那种业务逻辑的 类似于业务逻辑的都是写到GS里面 而G上的是配置文件 它里面是配置文件 所以呢 这个里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它大概的结构 这个呢 APP这种是总控的 是控控制你的整个小程序的 控制你的整个小程序的 下面呢 不同的页面 比如这个这个页面呢 这就属于首页嘛 它就放的是index 这属于 应该index下面又有一套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ACSS呢 它其实 其实说把它 它其实跟 它用的是网页的那一套 但是呢 跟网页不完全一样 它的语法GS 我们知道用了什么网站上的嘛 对吧 所以它把GS呢 做成作为写的业务逻辑的 而把写页面的呢 我们知道你有两个嘛 你这个展示了页面的呢 它是用来这个 XML 另外呢 页面的样式呢 是用这种ACSS 如果你做网站的话 你知道 页面样式用的是什么呢 CSS 它这个地方叫做ACSS 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不完全一样 它是这样子的 index.js 还是用来控制业务逻辑的 比如说 你要从服务器台去取数据 这种的 都是要通过这个GS来的 基上是配置文件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你每一个页面呢 这个地方 每一个页面呢 就推对应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首页的 就是全在这个地方 比如我下面有一个outview 就是大家看到进去的 这一个下面 对吧 这一个车型的详细信息 我这详细信息呢 就写的比较简单 参考价格多少多少 其实可以写的很多很多 下面都可以显示出来的 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页面它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小程序的基本的架构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觉得对你还要所帮助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的是已经有现有的服务器的话 它依然是要重新开发一套接口出来 比如说那个服务器 比如说 你现在是已经有了一个网站 或者是说你已经有了一个系统 正在运行着的 那么呢 你肯定是有数据库的 你的数据是肯定是存在一些地方的 但是呢 比如说你要只是想额外的开发一个小程序 这样的 或者是额外的开发一个手机APP 这样子的 那么呢 你的服务器依然是需要再重新 要重新 就是不能说叫重新了 叫做新开发一套接口出来提供给 提供给这个小程序 或者是手机APP使用的 因为那个接口干什么呢 就是数据传输用的 就是请求数据 比如说 你现有的系统数据的格式跟这个格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你不一定完全能兼容得了 有有些可能或说 嗯 或许可以用 但是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的都是很难兼容得了 除除非就是说你最开始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你说我那一个函数 或者是我那一个功能 我就设计的时候 我就把它可以兼容提供给好多个地方都可以使用的 那是可以 大部分人做最开始设计系统的时候都不会的 都没有都不会 设计到会将来会说用的小程序这方面 对 所以这种就是说你现有如果是有系统的话呢 它肯定你要新建这种小程序的 你的服务器依然是需要新建一套接口 然后给大家打个比方 就比如我的数据从哪来呢 我的一开页面 你说我的图片从哪来呢 对吧 这都是服务器传过来的 那是有一个请求过去 到了服务器 那服务器就是要有一个接口过来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小程序的一个接口 当然啊 我那一个接口 我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我就设计的 我就把它给设计成通用型的 对啊 通用型的 我就可以给小程序用 也可以给其他的用 对吧 我那那就是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设计好了 你看比如你现有的系统 你看开始肯定没有兼容性 你就需要新做一个接口 那接口的作用就是我这边请求 请求到你的接口 那个请接口给我先的数据过来 去接口那需要什么样数据呢 那就是只有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嗯 就是一个沟通和合作的过程 这个就是很 这设计的就比麻麻烦了 对吧 这是两方在做事的时候 对吧 我我发个请求过去 你那边福气要给我返回什么数据过来 这肯定是要有格式的 对吧 要不然的话我怎么 要不然的话返回过来数据 我都不知道 对吧 我都不知道哪个对应的 哪个对吧 你说呢你给我返回的图片 我把它给当成是文字了 对不对 那不是那不就不对了吗 那肯定是要有 对应的格式出来的 对吧 以及怎么返回 返回哪些东西 这对吧 这就是 这就是两个系统之间 在做接口的时候 这个东西叫专业 承转要的接口 在做接口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 确实事先确定 确定的过程是什么的 那就是要沟通 对吧 沟通就是费时间 费力和费精力的 对吧 那就是那样子的 你传这个页面过来 要传哪些信息过来 对吧 这都是从福气传过来的 这些内容 对吧 这些名字图片 是这 在哪个 这一个里面有几个图片 有的还有两三个图片 对吧 这种 就是这样 其实是麻烦 不是不是就是 看着的那么简单 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东西很简单的 那就是 那就是bug比较少了 对 那就是bug比较少了 你看那就是比较好的了 你看到感觉到很简单的 基本上就这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呢 说的比较简单 其实 做小程序呢 不完全仅仅是 你把这个程序写完了 这个呢 只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呢 你还要发布 发布呢 那边需要审核 你才能上架 就是后面呢 呃 会有很多的 会有很多的事情 像有的 嗯 有的你在发布的时候 还需要通过接口的方式来发布 就是 就说 不是说你写一个小程序 你直接就 这个事情就完了 后面 发布的时候 还要发布 还要 呃 审核前期的时候呢 你比如前期的时候呢 有些能力 你还需要申请 比如我像我这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使用 像有些你要想使用珠宝的有一些功能 有些能力的话 你需要申请 只有通过后 你才能使用 像微信呢 就会更麻烦一些 微信的话 你刚开始开那个账号的时候 你就是要开成认证的 啊 不认证的你是不可以的 认证呢 好像还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花钱的 还有另外一种是不花钱的 具体那个我还没有研究 反正就是 微信那个你需要就是多 前期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还需要多一步 这个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麻烦一点 好的 基本上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觉得 对你还有所帮助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有点短 就先介绍这么多 谢谢 好 好 好